其实我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很热爱猫咪的国家 也相当相当多优秀的艺术家以化猫为主题 我很高兴能够让春花洞带着我跟我的作品 一起让大家更认识我的猫的系列作品 猫咪的自在跟不理人 自由自在 我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可以很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在一个社会体系里面可能比较难去做 一定会的无数客人跟他们说话 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不断去翻弄他们去揉他们 因为我觉得猫咪他们好像相处久了也能够感受到主人的一些情绪 所以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会很撒娇的 会热你摆弄的 在作品里面我融合了很多织品的描绘的部分 那在织品跟动物的表现手法上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所以说我很想要世俗的用所谓的日本话或者在台湾叫胶材的这个材料 在一张画面上呈现他们更多元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这样 所以